中秋烤肉变了调 邻居之间上演全五行 先来看到在花莲 因为呢 其中一方不满被提到了家务事 引爆肢体冲突 造成一个人脸部多处撕裂伤 而在高雄有两家人 因为烤肉闹纠纷 不满洗餐具的声音太大声 加上先前两家就过节了 结果当场上演全五行 导致五个人挂彩 好 等一下 你先进去 男子躺在地上 毫无动静 旁人吓坏 但这时却有人想逃避警方询问 我没有不是要协助什么 我没有伤害他 我一直在留资料 东闪西朵原来他就是打人的嫌犯 眼见马脚露出 愤额嚣张呛警 我现在要处理事情了 你要下班吗 如果要下班就去玩来 都不要下班 火爆场面发生在十五号晚间十点多 受伤的是花莲起案 五十四岁的徐姓男子 他和两名邻居一起烤肉 过程中不满被谈到家务市 当场爆发肢体冲突 邻居甚至还拿安全帽 往徐姓男子的头打下去 造成脸部多处撕裂伤 警方全案依伤害罪依法就办 同样邻居间烤肉起冲突的 还上演在高雄大辽 两家爆发全五行 情绪相当激动 达到五人挂彩 三人送一 警方不断安抚 原来是不满邻居 带朋友回来烤肉 清洗用具食用太吵 加上双方有停车纠纷 薪酬就恨 连双方父母都加入战局 意外让过节气氛 就此变了调 记者花莲高雄综合报道